加密货币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 也就是没有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的原则 使得加密货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安全、最匿名的转账方式 然而即使这样还是存在着损失资金的风险 奥提马硬币由Smart Wallet支持 它是一个安全性较高的加密货币钱包 钱包可以防止黑客入侵 因此对用户来说 在Smart Wallet中存储硬币是非常安全的 然而如果您不遵守简单但重要的安全规则 即使是最先进的数据保护技术 也无法保护您资金的安全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向您介绍这些规则 请严格遵守这些规则来保护您的资金安全 并让您在加密货币的市场上获得最佳的体验 第一步请设置PIN密码来登录您的钱包 并设置FaceID或TouchID 以便保证只有您才能登录您的钱包 打开软件进入软件中的Sightings部分 设置 然后在Security栏目中选择PIN码 点击滑块来设置六位数的钱包PIN密码 然后点击Change PIN 进行更改 您的PIN密码应该复杂一点 由随机排列的不同数字组成 这样就无法被他人简单的猜到 请勿使用相同数字的密码 例如六个八 您可以在FaceID或TouchID这里 开启指纹识别或面部识别登录的功能 第二步 开启交易确认功能 指纹识别或者面部识别确认交易的功能 可以进一步保证您硬币的安全 这样就不会有人能倒刷您钱包中的硬币了 请转到Security部分并激活交易确认的功能 请注意 要激活此功能 您的SmartVullet必须已经启用PIN密码 FaceID或者是TouchID 开启后 您才可以激活交易确认功能 除此以外 我们提醒您在创建钱包的时候 请一定要保存好您钱包账户的注记词 不要将它存储在电子设备上 比如不要把它留在手机上或电脑的桌面上 也不要与任何人共享 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将其写在一张纸上并妥善保存起来 本视频中提到的一些简单的规则 将帮您保护您资金的安全 因此请大家将本视频分享扩散 让更多Altima的用户的资金得到安全的保障